我是Eric 目前是在茶藝文化中心協會當指導老師 我覺得茶藝這個東西是我們中國最傳統的一個飲茶的文化 在飲茶的過程中我覺得大家的那種感覺很好 所以我覺得茶藝文化可以推廣到我們一般的家庭裡面 可以學習到人情中的互動 也可以學習到一些應對的理解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學習網路行銷的話可以把我們這種有關茶藝之美 還有茶藝的文化推廣出去 讓更多人了解什麼是飲茶什麼是茶藝文化 我覺得Eric是一個很樸實的人 而且他很喜歡茶藝 所以他因為這個興趣 所以就想要去推廣這個茶藝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為興趣而去努力堅持的人 所以我很欽佩他這一部分 我覺得Eric他是一位很有氣質 然後又很有內涵的一位大哥 也很有才華 而且非常內斂 所以你認識了他就好像你身邊多了一位大哥 我覺得Eric他很和善然後很親切 就是跟他相處完全沒有壓力 然後我覺得他比較特別是說 他對那個茶這一塊 有他自己研究的經驗 那我覺得在他身上可以學到一些 就是我比較不知道的領域 我覺得Eric是一個他生活很有自己品味的一個人 他知道喝茶對他自己有幫助 然後也去推廣這茶藝對我們台灣很好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他是心中有一個夢想的人 我覺得Eric他好像退而不休 你看還是可以繼續學習他推廣他的茶藝文化 那我覺得我們要學習他這樣的精神 我覺得Eric他給我的感覺是很沉穩的 然後有一種蠻安心的感覺 然後聽他對茶藝這一塊是 就是有一塊熱情 動作曲 有什麼多個人交易好? Fu respect 有什麼3 ixx2 我们祝你下午余伴在